7月13日消息,2023福岗游泳市井赛即将开幕,中国跳水队的奥运冠军们正在做最后备战。 日前,央视报道了跳台项目的世界冠军陈玉希,她也谈到了与全红蝉的竞争。 相比男子十米台,中国女子十米台的压力没有那么大,在世界范围内先有对手,中国队与对手的比赛经常是断崖式的领先夺冠。 布达佩斯市井赛女子跳台双冠王陈玉希表示,不管对手强或者弱,我们都需要完成好自己的比赛,完成好自己的动作,认真去对待比赛,尊重比赛,尊重自己,也尊重对手。 陈玉希2019年就开始征战市井赛,13岁第一次比市井赛,就拿下了女子担任十米台冠军,出道及巅峰。 去年在布达佩斯,他实现了未免,并且与全红蝉搭档夺得了女子双人十米台冠军。 两届市井赛斩获三枚奥运项目金牌,含金量颇高。 如今单人的比赛,基本上变成了陈玉希和全红蝉两个人的较量。 就在本次市井赛之前举行的队内测验赛上,陈玉希击败了全红蝉夺得了女单十米台冠军。 而在更早一些的世界杯上,全红蝉击败师姐夺冠。 尽管只有十七岁,但是小姑娘对于队内竞争看得很透彻。 陈玉希表示,有竞争有提升嘛,然后也是因为有不断的竞争, 我也在不断勉励自己,加强自己的能力、技术和各方面吧。 跳水首先就是自己跟自己比,还是希望自己能够比自己跳得更加好,更加有进步。 2023福岡市井赛女子跳台比赛赛程。 女子十米台双人。 预赛,7月16日周日上午9点。 决赛,7月16日周日下午17点。 女子十米台单人。 预赛,7月18日周二上午9点。 半决赛,7月18日周二下午13点30分。 决赛,7月19日周三下午17点。 对此,网友们纷纷表示,你永远可以相信跳水梦之对。 好多乐乐,好多乐乐。 全红禅和陈玉希真是一时余亮,难分伯仲。 对内良性竞争,对两个人都好。 这不就是跳水界的梅罗吗? 只要代表中国,无论谁赢都可以接受。 全红禅还在发育期,成绩不稳定很正常。 需要两个小姑娘一同并肩,走到最远。 全红禅是不是都快有乐乐高了,长得好快。 全红禅这个头是真高了。